资产过亿的矿老板 携带50万重金赴约 可没成想 被两个格局小的人 给敲碎了脑袋关陈石河顶 2009年11月15日 河北武安市的小苗报警声 自己的哥哥苗成富几天前出去开车了 这已经三五天联系不上了 电话还关机 再加上这几天风雪交加的 会不会出什么交通事故了呀 警方通过调查 很快在某宾馆的后院里 找到了老苗的灵质越野车 只见后备箱到处都是血迹 经过检测后 这些血迹都是属于老苗的 警方第一印象就是 这个矿老板八成被绑架了 据查 老苗是出了名的矿老板 才48岁资产已经过亿 小苗是老苗的CFO 小苗说 在四天前的早上七点 他接到哥哥电话 要自己马上准备好50万现金 他有急用 因为老苗以前在外边谈生意 偶尔也会出现急用大额现金的情况 自己也没多想 提着大皮箱就出去了 小苗看到越野车时 只见司机是一个陌生人 而老苗则是系着安全带 叼着寂寞坐在副驾 说话什么的都蛮正常 小苗眼见天气不好 随后说了句 别出去了大哥 可老苗只是撂下一句 没事 你不用管 随后便扬长而去 自此以后彻底失联 警方马上调去老苗的通话记录 发现就在他失踪的前几天 有一个神秘的电话反复打给他 老苗的朋友对此印象深刻 也为9号下午一起吃饭时 有一个女的给老苗打电话 老苗醉熏熏贼呼呼地说 今天过不去了 改天哈小宝贝 警方这么一分析 似乎这个神秘电话和那50万现金 有点关系 老苗可能是带着钱去赴约了 就在此时 警方调查老苗的银行卡发现 在10号深夜 有个蒙面男子 从老苗的银行卡里 取走了3万多块钱 那这个蒙面男子是谁 他又是怎么知道密码的 与此同时 小苗突然回忆起 当初给大哥送钱时 除了旁边有位陌生司机外 更奇怪的是 大哥这次居然系安全带了 这可不符合他的风格 因为他是那种上高速 都不计安全带的男人 种种迹象表明 老苗可能被绑架了 那个陌生司机 很有可能是绑匪 可是 如果老苗被绑架了 当初小苗去送钱时 他怎么连个暗示都没有 哪怕是给个眼神也行 他为啥就这么 老老实实地坐在副驾 显得若无其事 还说不要你管之类的话 难道说他和绑匪认识 或者说他和绑匪 以及神秘女子 有某种关系 于是 警方围绕这名神秘女子 展开了调查 据查 老苗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 毕竟大老板们 交友广阔很正常 熟悉老苗的人 都说他为人不错 很仗义 从来不说什么你的我的 都是大家的 同时 老苗打小就是在吃苦中长大的 懂得和气生财 为人相当低调 吃饭一般都去路边摊 或者小饭店随便对付下 喝酒也只喝二过头 抽烟都是几块钱一包的 简直比普通人都节俭 但是 大凡是有钱人 或多或少都有些怪癖 老苗当然也一样 别看他生活上 抠抠嗖嗖的 可谓形形色色的女人 花钱时 那是毫不含糊 一只千金 他也就这么一个 爱和年轻漂亮 小姑娘约会的爱好 说白了 就是有点好色 老苗的朋友 也都知道他喜欢连勾带扯的 劝他他也不听 这些年可没少拱白菜 据查 老苗有三张电话卡 一张办公的 一张家用的 还有一张大家都不知道的私密卡 当调出这张电话卡的联系人清单时 警方都哀悠一声 有点犯猛 总之吧 就是有那么一些年轻姑娘的手机号 咱也不知道 老苗到底有多少妹妹 又是哪个妹妹要故意吭他的 就在案件侦破陷入僵局时 有群众举报说 在老苗失踪当天 况去小饭店的一个女服务员 也神秘失踪了 这个女人叫杨小梅 土生土长的本地姑娘 据老苗的朋友讲 他们经常到这个饭店吃饭 杨小梅生的好看 长得白白净净 说话时还脸红 老苗眼都看直了 每次吃饭都会引斗引斗 留着哈拉子疯狂追求了杨小梅数年 可惜没得手 警方一听 还有这事 随后马上对杨小梅展开了调查 调查发现 杨小梅有个男朋友叫唐涛 绰号唐老二 湖北实验人 经小苗辨认 老二正是当日的陌生司机 也就是说 老二很有可能是绑匪 据查 案发后 杨小梅和唐老二已经跑到湖北实验 那还说啥 先带回来问问情况吧 很快 杨小梅和唐老二落网 两人马上交代了他们伙同陈建峰 绑架了老苗的犯罪事实 杨小梅 21岁 唐老二 27岁 陈建峰 24岁 他是唐老二找来帮忙的 监控中取钱的证实的 而老苗早已被他们撕票了 尸体被抛到了郊区的水库里 据杨小梅交代 在案发几天前 他给老苗打电话 谎称想让老苗送自己回家 因为老苗有事 直到三天后才回信说没问题 此时 杨小梅和唐老二 以及陈建峰 正在网吧上网呢 突然接到老苗的电话 可给高兴坏了 心想这发财的机会不是来了吗 于是唐老二和陈建峰 准备好辅月勾叉 等待着老苗来回姑娘 老苗一下车 迎接自己的就是一顿霹雳啪啦 没办法 他只能很老实 很顺从的上了车 上去也没什么样嘛 一个40多岁人 就得拉上车的嘛 有一就是打了两下 多的也都没打 那个人也挺老实的 也很顺从我们 他也知道我们是要钱 上车以后 他说你们要钱 要钱给你钱 就这样 唐老二也很纳闷 老苗被绑架的时候 他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呀 难道这就是大老板的定力吗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 老苗本来有好几次逃跑的机会 但是他竟然全都放弃了 也没捆他 车门就没锁 我下车车门就没锁 因为我取权的时候 是我去取的钱 他坐在后面 他坐在后座上 唐老二的行李开车 当时他要走就走 他要跑就跑 他也没跑 那个人挺老实 因为称富这个人 也就想给他钱 就无所谓了 按照这兄弟俩的说法 当时几乎是放着 让老苗逃跑 可他就是不跑 更奇怪的是 面对兄弟俩的敲诈 老苗随口说了句 你们准备要多少 陈建峰说 你又能给多少呢 老苗说给你们五十万吧 这可把唐老二下坏了 他们本来是准备 敲个十几万就算了 大老板不会差这点钱 可现在呢 五十万滑滑滑的票子 唾手可得呀 但是这么多钱 老苗八成会报案 那到最后主熟的鸭子 不就飞了吗 那怎么办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嘎了他得了 不得不说 兄弟俩的格局小了 而老苗的慷慨解囊 最终把他送上了绝路 可悲的是 这位大老板直到最后一刻 还在和绑匪谈着价钱 但是那为啥老苗一听说要赎金 开口就给五十万 是他被吓尿了吗 还是他太老实 都不是老苗开出五十万的价码 不仅只是买自己的命 还是对杨小梅的一种补偿 自此以后 所有恩怨 一次利索 一笔勾销 据警方深入调查 老苗和杨小梅之间 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 原来 人们都以为杨小梅 只是老苗喜欢却没追到手的姑娘 其实不然 据杨小梅交代 他十五六岁 就在矿区小饭店当服务员 对老苗的风流成性是早有耳闻 起初 他对老苗的勾勾搭搭 一概言辞拒绝 可哪个少女不怀春呢 老苗又是个老手 在长时间高强度的猛烈攻势下 杨小梅渐渐地半推半就地顺理成章了 起初 杨小梅认为老苗虽然风流 但对自己可能不一样 杨小梅现在倒是看得挺清楚 有一种人就是越得不到 越有征服欲 一旦得到了 很快又没了新鲜感 而老苗就是这种人 她从来不发展长期的 女人的保质期在她那 只能按照兴起来计算 老苗追杨小梅花了几年时间 而离开的 也就是转眼间的事 没达到目的 就对你特别关心 经常说好听话 这个那个那个 然后以后也就不怎么理你了 就这样 其实都是废话 骗人的 因为她身边无数个女人都是那样 她不会是那样给你付出的 离开老苗之后 杨小梅一直耿耿于怀 心里这口恶气是吐不出也咽不下 后来她认识了唐老二 这一次她是真的坠入了爱河 很快 杨小梅已经怀孕六个月 唐老二的家里知道后 想让他们尽快完婚 可是结婚需要钱呢 多则十五六万 少则七八万呢 这去哪搞钱呢 唐老二说 武安市这么大 大街上开豪车的那么多 随便抢一个不就啥都有了 此时 杨小梅觉得那口恶气 是时候不吐不快了 于是说 我知道有一个老板特别有钱 我认识他 还有办法把他骗出来 到时候你们把他绑了得了 这还真是个一是二鸟之计 一是仇报了 二是钱挣了 于是杨小梅就给老苗打了那通电话 但是杨小梅都已经是过去世了 老苗又咋会屁颠屁颠的抚约呢 可能这是生意人的特点吧 买卖可以不成 但是仁义必须还在 于是老苗奔着圈套就去了 落网后的杨小梅 到现在都接受不了自己的男朋友 孩子的爸爸是个杀人犯 可又能怎么样呢 他终究是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最后 从道德的角度看 老苗不是个好东西 当然 他最终也没落下啥好下场 老苗生前一直相信 万事万物都有价 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结果 他用自己的生命 证明了一句话 不要和格局小的人玩 这次的一句话 是 那次是 这次的一句话